大选结束后的隔两天 诺鲁共和国突袭式的与台湾断交 对此他们也发布了官方的声明 他们说为了共和国和诺鲁人民的最大利益 我们转向向一个中国原则 该原则符合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 并且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代表全中国 并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全面外交关系的 唯一合法政府 这也意味着诺鲁共和国将不再承认 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单独的国家 而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并将自即日起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 不再发展任何双边关系 与台湾的官方关系或官方往来 他们还特别强调这项变化 无意影响他们与其他国家现有的友好关系 他们的政府致力于推动诺鲁向前发展 这项政策改变是推动诺鲁发展的重要第一步 他们的总统也将在下一次议会会议上 就此发表进一步的声明 并且在当地电视和广播中发表全国演说 另外他最后强调诺鲁还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希望与其他国家保持友好关系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